公田医院的爱心意卖活动最近又热闹开卖 迎接农历年来到有缘业者带来周材树的应景盆栽 请不少民众上前选购 提前为居家布置做准备 兰花部分或是像这种金钱树比较过年 比较多人喜欢 加上兰花本来过年应景就是比较多人会想要买的 民众常用到的生活用品 像是身体清洁用品、甜点、美食等等 这里都有卖 今年一共有18个厂商驾驻应卖行列 时间长达两周 院方是以交替摆摊的方式营造新鲜感也刺激买气 为了筹募一些贫困基金 因为在医院实际上有一些病人 他可能没有健保 或者是他在医疗费上是有困难的 那还有就是像我们也为了帮助一些迟缓而 让他在发展上可以有更多的附件 那跟上这样的一个成长 院方不只主动募集爱心回馈社会 也会有需要的弱势团体空出摊位 给他们一整长彩的舞台 对着客人滔滔不绝的介绍 她是拼斗少女雅金的妈妈 车祸后的雅金没了双腿右手 靠着仅存的左手创作拼斗 从兴趣拼出新人生 而妈妈也支持鼓励 在外担任她的专属销售员 替雅金拉拢生意 只要人家拿一张图片 一个卡通的词案 然后就给大家做出来 其实她原本只是这样子 她认得很大一个人 然后我就把她想说很大 人就是过来的几率就不大 所以就把她缩小 然后缩小之后 她就认得很像那个剑尼先生的呢 像我女儿她们就说 她们拼到快疯了 可是你看只有一只手 比我们还有四只剑拳的人还要厉害 所以我觉得她真的很用心 其实这种东西在市面上还蛮多的 但是她看起来感觉跟平常 我们看到那种感觉 比较有生命力 雅金的故事感动许多民众 纷纷掏钱购买以行动支持 而在我们的周遭 还有许多类似的民众需要帮助 因此光铁医院 一年举办两次的意外活动 带头做工艺 希望将社会的温暖散播开来 这人家话台中才不到 所以能不能够